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万万没有想到,把纯牛奶放入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外面卖48元一份 在家自己做简单又实惠 快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准备一盒牛奶,倒入凉杯里面 再准备一个空碗,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要选择新鲜的 用勺子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开 把蛋黄放在另外一个小碗里面 蛋白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醋 这样可以去腥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将牛奶里面加入一勺棉白糖 大概是15克 然后把搅拌好的蛋白倒入牛奶里 用筷子搅拌均匀 里面加入一勺奶粉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凝固性 而且奶香味更浓 充分的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容器 然后把搅拌好的牛奶 过筷到容器里面 这样蒸出来口感更细腻 也看一下 过筷出来的小泡泡就不需要了 然后把牛奶放入蒸笼 上面盖上一个底盘 以免水蒸气滤落 盖上盖子上汽蒸15分钟 蒸的时候要用中火 时间到之后就打开盖子 把上面的底盘先取出来 哇 牛奶味好香啊 这样的Q弹看着非常有食欲 上面再放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这样一道鸡蛋状奶 太美味了 上面再想上20粒芝麻 点缀一下 热的吃很美味 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 味道更佳 QQ弹弹比果冻还要好吃 夏天到来了 把它放在冰箱冷藏 这样大夏天 我们连冰淇淋也省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